欢迎回到老铁频道 沙花 花 有了有了 昨天消失了一天 我又被绑架了 这次我又从绑匪中那边逃出来 送他一粒比特币 然后他就放我出来了 所以要帮我的人快点来帮我吧 送你一颗比特币 昨天我是没有什么看清 昨天就是有一点醉醺醺的一天 是的 今年34岁了 每个礼拜这样搞的话 肯定很早死了 所以我决定了 下个礼拜去买多一点保险 最少死的话 我爸爸会很发财 非常不多说 开始说了 有点难完 昨天山寨拉了一波 然后比特币 就是死都不破这个阻力 所以先看看比特币吧 2万1的阻力 比特币下来又回踩 然后又测试 然后有一点量 可是一直是步伐突破 所以我还是猜 比特币会调整一波 还是觉得会调整回来 我讲这个趋势线 然后再拉一波 下个礼拜非常关键 2号我不懂信息几 信息还是信息吧 美联储宣布会不会 升息升多少percent 所以 所以 这个新闻也不懂是好还是不好 反正 比特币在全部的币中是最弱的 然后山寨都拉的挺猛的 我前天有一个空单 是SNX 那个我被打失损了 那下我也要这样讲 所以赢的时候我要讲 亏的时候我也要讲 然后就是没有马虎炮 希望你们喜欢我这种分析 错的时候也可以骂我 没事的 所以比特币就是这样吧 双顶 还是觉得等它下来的话 我们在底部接多 可能19,500 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可以刚给太坊 可以太坊 还在拉 可能会再继续拉多一点点 它不下来的话就上去嘛 然后 关注一下这个886 跟这个2618的重叠加1700 希望它再拉多一点 让我们可以在这个高位 以这个煞月星台去控它 给它再拉一拉吧 这个level 我觉得没有什么原因去控它的 只有一个786重叠224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给大家拉最后一波吧 1700 我们高位空这个以太坊 这个是一个挺漂亮的鲨鱼形态 OK 忍一下 可以加一下这个SNX SNX那天我就是在找币空 然后很多币已经跌很多了 然后我就找到这个SNX 我觉得不错 然后空进去 今天拉一拉把我拉爆了 我的止损在255 然后我那是空的时候是在这边附近 24多空的25多出了 然后只是输一毛钱了 没有什么大不了 OK SNX这一次会下到哪里 我也不知道 这个level为什么停下来 我也看不懂 OK 但有可能这个是顶完 也有可能RSI进入了超买去了 但我会空吗 暂时 今天有点乱 因为我觉得比特币装顶 可是我觉得山寨有很多个币 还是可能有点空间拉 所以当我很乱的说我就去休息 去喝酒 去泡耳牛 反正今天我就是一个观望的心态 那天就亏了一大 然后就休息一下 这个也不懂他要干嘛 这个可能是顶吗 有可能 但我觉得风险有点高 等于太坊到位了 我再考虑要不要去空 所以这个SNX我就先等待 然后这个level挺关键的 你们关注一下 觉得一定要等他走出这些危险区域 这个是一个之前的主力 等他真的走出来回踩 我们再去空他 不急不急 有的是时间 你今年如果你少过50岁的话 你还有很多时间 懂吗 OK SNX就这样 下跌回踩 等下来 有人叫我讲Solana Solana拉的挺漂亮的 上破回踩再拉 这个不懂是不是顶的 展示这个level 有没有什么主力可以空他 我也看不懂 这个好像有 这个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主力 RSI刚好也到达了超买了 可能 Keluna会调一波吗 很有可能 所以敢玩的去玩吧 我还是等待 觉得这一波Solana 可能又要下来 再去测试这个level 然后 可能CPI数据公布后 我们在这边附近可以 找一个抄底机会 猜的猜的 希望我的剧本这次又成功 OK 这个是Solana 狗壁疯了 幸好没有碰他 这种很多消息面 还是别玩好了 这个当天就是 要谢谢马斯克 他那天我看到说是85 85他跌下来 已经跌到72了 做了百分之十多了 那我就不理他了 然后幸好没有碰他 他再次回来直接拉包了 他成功收购了Twitter 然后就拉了7分 0.07分 拉到0.15了 然后再重新看看形态吧 这种基本面的 这有点可怕 你中的话 你就马上发财 然后如果你选错的话 进错方向的话 你可能马上破产 这个我不懂为什么停在这里了 可怕是 我也不懂他到底会拉到哪里 这种很难玩的 消息面的 这里是一个关键阻力吧 这个我真的不会玩 这个狗鼻子 暂时我会远离他 不理他 有点难玩 没有形态 然后去世线的话 如果真的会拉到去世线阻力的话 还有一点空间 夸张可能拉多一倍 不知道有没有这可能性 但暂时就不理他了 真的来到25以上 我再考虑有办法去控他了 有时真的也是有包括一点运气的 如果刚好你开开那个 教育 你开那个trainingview的时候 刚好你看到 价格到你的反转区 那你肯定都直接下单了 如果你开的时候 刚好你着醒或晚醒 他离你的反转区有一点距离的 那你不近 那你就逃过一劫了 不好意思 好像是多一个可能像狗币这样会拉盘 这个底部啊 横的超级久了 不懂会有什么新闻给他拉一拉 有这可能性 这个双底挺漂亮的 有点像near 这个真的是很经典的一个双底 然后我也不懂怎么玩 这是日图 4小时图已经在拉了 可能看一些趋势线吧 有回归趋势线再考虑吧 可能有回归一点点 可能5块4看可不可以接一个底 这个我也不懂会拉到哪里了 暂时我觉得日线在底部了 应该有空间拉的 真的回归这个几月份 8月份的顶的话不要吓到 不要吓到 这个8月份的顶部挺关键的 可能回到9块多 这个是FAL 然后XRP XRP挺好的 其他的都拉的挺慢 只有XRP不拉 因为XRP前一期 前一波9月份已经拉了 现在走下来 我猜XRP会走一个蝙蝠 要抄底的朋友耐心一下 XAB这个是C 可能这一波会下来 要抄底XRP 我觉得三四这个level 现货进去 然后去睡觉 可能一年后起来发大财 就这边等待吧 这边中间什么都没有做 没有东西做 看C就好 XRP等三四 不下来的话就倒霉咯 就看别的咯 这么多币给你选 这个CRV 不管做什么鬼 CRV来到一个阻力 好像试着突破 又没有突破 RSI没有到达超买 这个我玩不了 不管怎么玩 有没有一些无敌趣事先阻力 好像有 我们连这个高跟这个 连一点 对啊 如果要打地数的话 CRV看起来好像是不错的 这边 试着突破马上回来 这个有点像假突破 今天如果真的要玩空了 你们是空军了 CRV看起来真的还可以 还可以 OK CRV 这一波可能又要回归 又要去回来测试 这个75 10月份的底 CRV 我觉得是挺不错的 OK DY DX DX DX有一个针很长很长 可是长长的针不代表 它一定会翻转 只是看你没有什么形态 如果二合为一 就是有长长的趋势线 有长长的针 配搭一些形态 可能会更好 可以这个XAB0.5 这个C上去 DYDX我猜的 错的话不要怪我 我猜没有到底 1618 OK 所以我觉得2块以上 再考虑空TYDX 现在暂时没有形态 看这个螃蟹 2块钱 看有什么 可以Total Total2 B借总事实 看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什么 有什么线索 B借总事实 现在去到这个level是984 984 什么鬼都没有 我真的觉得山寨 好像可能又会拉盘 总体B借好像还没有拉完 会拉到那个2号吗 拉到那个生息新闻出之前吗 有可能 这个B借总事实 全部的B加在一起 我也不懂成分是多少 反正这个是挺好的 看那个总体行情 所以B借总事实 好像还没有到顶 1618重叠 这个 看这个level 可能才会再讲多一点 来到这个level 我们再考虑了吧 去控吧 这里还有一点小空间 这里有一个杀意形态 这是Total 如果拿掉比特币的话 就会更加凸显 山寨币的总体的行情 这个是山寨而已 就是把比特币排除 Total是包括比特币 然后Total都是不包括比特币 OK 这一波 1618 8886 也是可能还没有到顶 可能就差那么一点点 886 190 在这里 123 45 OK 可能会去到60几 600到605 除了这里才可能是顶 现在你不要看到一插针就去买 一插针就去空 还没有的我觉得 还有一点点空间 可能再拉多一波出现背离的话 更加的漂亮 好啦 我就说到这了 明天不知道你们有什么要我帮你们分析的 记得帮我留言 然后我就尽量帮你们分享 可是你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要帮我点赞 分享 感谢大家 我明天再聊 拜拜